很多花友在每年的春季都会给自己的兰花换盆分苗 但是有些花友不懂得把握好方法 所以导致分苗后这个兰花养活容易死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招 我们不用换盆也可以提前给它分苗 那么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在想要分苗的这颗兰花 先把表面的这个土壤给它去掉一部分 一定要把这个甲铃镜的位置给它露出来 我们先把它拖下来 然后呢找到适合分苗的位置 像我这颗兰花的话呢就比较明显 从这个位置给它分掉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分之前先用两边手抓住这两边 找到最宽广的位置抓住这两边 先找到最佳的连接点先晃动一下 然后我们感觉到这个连接点在哪个位置了 以后把这个小剪刀找对这个连接点 直接把它剪断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既不用分盆又可以把它分成两苗 把它剪断之后它里面有伤口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给它用上这种多菌粘来 撒在这个伤口的位置 避免这个伤口出现细菌的感染 然后等到三天之后 等这个伤口干了 我们再把原来的这个土壤 把它覆盖回去正常养护就可以了 这样分苗既不会伤到兰花 还会让它更加容易长一些新芽出来 这种方法如果大家能把握好了 可以说成功率是100% 好了我们下期见